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成就攻略 蒙德,一到六,只要用心 人人都是十神封神的宠儿如光四点十岁差点 打倒野出猎蜂的一股元神,成就全收集 1.0到4.4共1185个 已完结,包含天地一万象隐藏成就,每日任务 世界Boss及其他蒙德 七到十,金牌飞行执照在空中飞行程度的能力 分带来了故事的种子 你其实听得见吧?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来到蒙德城 然后我们的第一的成就 撞头,去烹饪食物 简单一点的话,做提瓦特尖纳 手动烹饪 做一个坏的,却获得第一的成就 煎熬用心 然后我们继续烹饪 也是手动 烹饪十次 推获得我们的,下来的成就 还有,人人都是十绳 然后,人人都是十绳 还有,人人都是十绳 拿到这个成就后呢 然后呢,我们装币烹饪 然后打开地图,来到上方蒙德城的界的提皮点 好的,来到之后,我们镜头朝北方向撞 去爬前面这座,去爬前面这座,神像 从这顺着上去会好爬一点 因为我这一路是手机操作,所以走得有点困难 来这坐下,获得我们的下一个成就 之后起来,把他摔死 咦,没摔死 好,那没事了 好的,摔死之后呢 我们打开队伍设置 更换一下配队 下一个成就需要我们配双风 一对凯亚再加着芭芭拉 配好之后,我们启用队伍 打开地图 来到蒙德城张才内的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以后呢 我们镜子朝前走 放出凯亚 按住加速键,就这么一直跑 如果没有双风的话 需要挂芭芭拉的水滑 凯亚可以减少我们奔跑时候的体力消耗 这样奔跑15秒可以获得我们的下一个成就 这个是芭芭拉的水滑 挂上之后再跑会减少体力消耗 好的,获得这个成就后 我们换回刚才那个队伍 把做好的提瓦特尖弹给摔死的角兽吃 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黎月清测庄这个提皮点 接着就会被野猪撞死 获得我们的下一个成就 十岁差点打倒野猪 好的,获得率的成就后 我们再打开地图来到封龙废墟 这个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以后呢 我们视线朝后走去做这个封场 上去 做到封场顶部 我们视线再往后爪 来爬这个塔尖 这柱子缺了又一脚 这个比较好爬 好,我们登上封龙废墟的顶点 获得我们下一个成就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揪秋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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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先来到摘星牙的牙顶 借入位置 不管是从副本过来 还是从下面的提皮点过来都可以 来到之后 我们要在队伍里面配一个双风 然后再加一支安博 如果没有双风的话 体力至少需要到180 中途飞行期间还要吃体力药 好,然后我们朝这地图的东方向 借做小岛飞 飞行途中我们可以获得第一个成就 金牌飞行执照 然后再飞一段距离 可以获得第二个成就 再通中飞行程度的能力 第一次来到这个小岛 会获得一个成就风带来都市的种子 到了这个小岛之后呢 我们打台设置 找到音量 找到声音控制 然后仿托动票的声音大小合适吗 听得见吗 嗨蒙在哦 按的声音大小 听得见吗 嗨蒙在哦 这样的声音大小 听得见 喂,你不是获得我的嗨疼 你其实听得见吧 这样的声音大小合适吗 这就是这批视频我们要收集的成就 先别走啊 可不呀,先别走 我们来到这个岛上之后 下一个热忱就 就紧接的在这个岛上走吧 来都来了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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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绝上一批视频 来到这个小岛之后 我们 我们朝地图的东南方向 小地图东南方向 朝前走 来到这个石堆处 来到这个石堆处 用当手剪或者大剪角色把它打破 噢 噢 把它打破 有了藏破的笔迹 我们阅读一下 就可以接到一个任务 石夫 之後爬上寄座城牆 朝地圖的東北方向走 來到這個日面前 打開設置 我們把時間調到凌晨2點 這個任務需要我們把時間調到凌晨2點到5點 操作這個時間需要 就需要我們重新再調一下了 好的 我們來閱讀 之後打開元素視野 就可以看到元素流動 第一個到我們的東方向前面 我上面還有一個神筒 來到這 我們撿起蜂種子 把它擊碎 用蜂組的異技能查案 之後我們再回來 回來之後呢我們朝到地圖的南方向 撿起這隻蜂種子 再用蜂組的異技能 爬上這根糟糟的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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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元素視野 這是夏宜的蜂河 消滅這隻蜂河之後呢 我們朝著地圖的西南方向 就是蜂組的頭頂 就是蜂組的頭頂 那根青島的石柱 就是蜂組的頭頂 那根青島的石柱 朝著北方向走 如果期間找不到呢 可以再插一次元素視野 大概就這個石柱上 我們最後一個蜂河 友情提示 就是蜂蜜的話 先把這個小寶仔了 要不然後期還會特別煩 我們朝著地圖的東南方向 就有一個挖掘點 一路挖掘寶箱 如果寶箱已經拿了蜂蜜跳座 之後再從地圖的東北方向 這還有一個裸露的寶箱 再朝地圖南方向轉 朝前面還有一個挖掘點 是一個精緻寶箱 挖掘之後呢 我們朝著地圖的東方向再走 這還有一個普通寶箱 普通寶箱授集之後呢 我們再朝地圖的南方向 打開元素視野 這裡有一顆蜂河 我們用蜂元素技能 它擊破會生成一顆狂蜂之河 好的來後期解約到 好擊敗狂蜂之河呢 這裡會生成一顆蜂場 但先別走 我們撞到地圖的東北方向 去拿這個島的最後一堆寶箱 一堆華麗寶箱 朝水以下跳 然後轉身 就在我們的背後 這個夾縫裡面 我們再爬回去 乘坐我們的蜂場 去追剛才那個床蜂之河 朝頭頂唱一下加速滑 來到頂部 我們朝西南方向 這裡另一個加速滑 就一直朝前飛就可以了 好的 加速滑結束之後 創向腳底 來到記住的椅跡 好的 這還有抓我來 後期先清理的 又不是 用完之後呢 我們再打開時間 把時間調到往上的兩點 時間調到兩點之後 我們對話一下 然後打開元素視野 用蜂屬性障劑 繼續把這些蜂和積碎 積碎 積碎途中會產生蜂史萊姆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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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會生產一個很大的 嗯 狂蜂之河 再用蜂元素障劑 嘿 嘿 噓 嘻 嘻 嘻 西伏利測試 來 後期再解釋了 豬琉璃半飄 好的 結束之後呢 我們 跟隨任務指引找這個人對話 對話完成之後 我們就會獲得 這個任務給的60元10 加上一個成就 出了時間什麼也沒丟 好的 那這期視頻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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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關注再走喔